2020款iPhone 12系列 仍然是使用了劉海缺口設計為Face ID解鎖 直到2021年的iPhone 13系列 有望被認為可能會加入使用屏下指紋解鎖 最新的蘋果專利就顯示了iPhone之後 會使用更好的屏下指紋解鎖技術 而且會首次出現在下一代iPhone中 蘋果公司已經獲得了一項新專利 可以在下一代iPhone屏幕上使用指紋解鎖 根據專利的描述 這次蘋果將淘汰Face ID 並將其替換為屏幕下方的Touch ID 同時iPhone 13系列將首度引入該功能 蘋果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也是智能手機行業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 但是可以肯定的說 蘋果在趨勢方面落後於其他左右的智能手機廠商 近幾年該公司一直使用劉海缺口設計 以消除智能手機屏幕上的後邊框 但是智能以後蘋果一直保持著相同的寬缺口設計 儘管所有的智能手機製造商都推出了 屏佔比接近百分之百的設計 例如揣孔屏 但蘋果沒有採取這套方案 蘋果公司前設計總監iPhone 他認為iPhone應該是具有窄邊框 但是蘋果目前的生物識別安全技術 Face ID很流行 還在被繼續廣泛應用 Face ID不會很快淘汰 現在新的專利展示了蘋果可能會使用 另一種新解鎖方案 屏下指紋解鎖 蘋果近期獲得了專利圖像顯示 該屏幕運用屏幕下方的Touch ID 是切入在屏幕中的指紋讀取器 與當今許多智能手機不同 另外在屏幕下方 Touch ID專利顯示了 這是一種更大型更複雜的指紋掃描印 通過提供更大尺寸範圍的屏下方Touch ID 蘋果的目的是在無需額外的情況下 放置在特定與應用程序上 直接使用指紋解鎖 例如你將指紋鎖放在鎖定應用程序上 通常你必須先觸摸應用程序圖標 然後再觸摸指紋讀取器來解鎖 而蘋果的屏下方Touch ID解鎖 則是該技術可以在你觸摸應用程序圖標後 立即驗證你的身份 因此你可以輕鬆登錄 就像應用程序中沒有鎖一樣 這是一種非常便捷的解鎖方案 另外明年的iPhone入門款 還有望推出採用側面指紋解鎖 新爆料還顯示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這款手機很有可能是iPhone 13連假版 今年9月份 蘋果正式發布了首款搭載側面指紋識別的iPad Air 4 由於用上了側面指紋 iPad Air 4才得意在相對廉價的價格上 配備更高屏佔比的屏幕 而iPhone 13連假版很有可能用的就是這個方案 有消息表示 側面指紋識別的表M成本至少比Face ID 低5美元甚至是更多 因此iPhone 13連假版的價格應該會非常有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採用了側面指紋識別 iPhone 13連假版將會採用新的全面屏方案 由於一名Face ID的主件阻礙 iPhone 13連假版不會保留留黑屏設計 這時將有更高的全屏設計 一旦側面指紋上線 那麼iPhone 13入門機型 很有可能將從留黑屏 轉而使用挖孔屏方案 以實現新的面孔與大家見面 好了 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下期內容 我們再見